新闻暖暖包 老兵能够在逝去后回到故土真正安息 高雄左营有一位刘德文里长多年来呢 背着不少老兵的骨灰回到他们的家乡 完成老人家一辈子的愿望 这种不济辛劳的苦差事 刘德文里长他是甘之如饴 新闻暖暖包 我们今天就要连线到刘德文里长 来跟我们分享帮老兵回故乡的故事 里长您好 你好 武安 是 里长想先请教您一下 当初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 会开始这项背老兵骨灰回大陆的工作呢 是的 因为我是当里长以后 那我早晚都会去探视我们的长辈 那当时就我们有一位长辈 就大概下午差不多三点多左右 就叫我说 里长你有空吗 我说有 那就跟着他去他的那个房间里面 坐下来以后 我们这位长者就跟我讲说 里长 我如果死了以后 你要把我带回家 我当时的时候我就说 好好好 那个伯伯你把身体照顾好就好了 就是因为这样来开始 把我们这个长者带回家的 到现在多久了呢 大概十年左右了 十几年了 十几年了 是 所以这种可以说是一种 跟他们也非亲非故吗 因为只是里长 你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在里内的这些老人家常常去关心 所以会接下这样的工作 第一次开始背着 这位北北的骨灰 回到大陆市 坐飞机这一路上 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毕竟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会不会觉得心里面怪怪的 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感想 我从那一次是因为 其实我是承诺这个长者 那其实我们承诺了 我们不管怎样 我们就要去客户 那当时我是从我们的 这个这边转到香港 香港再转到长沙 长沙在坐他们的大巴 到我们长辈的乡下 去帮他坐下账了 那当时虽然是第一次 南美就紧张了 就是怕说 如果我们在海关中 如果在香港那边 如果被退了 不能入境 或是不能出境 还是要折回来台湾 当时我们是紧张 就是怕会有些 什么样的耽误到 然后而且没有办法 顺利的入关的这个问题 是 那现在到现在 十几年的一个情况 这个印象当中 这么多年的时间 帮了这么多的 北北他们的补会 回到大陆去 有没有拿几件 是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我当时 我后来我送过去的时候 我到机场 甚至我都没有跟他的那个儿子 都完全没有接触过 也没有碰过头 那当我 从这边搭到山东 的青岛机场出境的时候 当时我走出去的时候 只有他的儿子 就马上下跪 那跪的时候 我就把他请起来的时候 他又跪下去 然后我就说 然后我们就到那个 比较不会妨碍到 我们的那个路径旅客的地方 然后我就把长辈 那个骨灰罐 先到那个我们的那个机场的 那个地下来 我就直接跟他讲说 长辈 我们长辈 长辈 家乡已经到了 那现在你的儿子 孙子 都在你的前面了 然后他们再又跪下来 那当时的时候 我就说奇怪 他们怎么 应该是 以往我们的经验 都是跪一次 就没了 后来 他的儿子跟我讲了说 里长 我们第一跪是跪你 谢谢你 把我父亲带回家 第二跪是跪他的那个父亲 然后第三跪再下来的时候 里长 你是我们几代人 一辈子的恩 我当时我听到这个时候 我跟他儿子抱着就哭 我好感动的 就是这个儿子 从来没有接受 这个父亲的抚养 完全都没有 但是还这么积极的 想要进一个校道 把他的父亲从台湾 这一个铃骨 骨会回到家乡 然后当时这种情景 我好感动 感动到说 我们两个掉眼泪哭的时候 后来我自己在想说 我坚持要做这个事 持续再做下去 然后再做 那第二个就是 我有一次 我到背到那个 那个陕西的时候 也是 当时我们的兵马俑 差不多在三公里而已 其实我背过去的时候 我们帮他下帐 下完帐以后 因为每一次 帮老兵 背过去 我一定是到 他的那个家乡里面 亲自帮他下帐 我才愿意回来 住宿的地方 那当时下完帐以后 他们全家 不让我离开 就说李长 我们兵马俑才三公里而已 我希望说 邀请你去 带你去看一下 来接待我 我说谢谢 因为我也赶着要 飞机 要回台湾了 晚然跟他们拒绝完的时候 一个他那个 那个女儿 就帮我抱着 就不让我离开 他说 你帮我们家完成 我们家世代人的情愿 我们来这边 都完全没有接待你 我说谢谢 这个就是缘分 然后 我说 因为我赶着 后天的那个航班 要回台湾了 因为我从 那个那个 山西 到我们 那个兵马俑的地方 从机场 我最起码 还有三个多小时 所以我要赶回去 那个地方住宿 还是这样 所以 其实 从刚才里长的 这个两个故事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很多 在因为大时代的 悲剧的动荡之下 其实两岸分离 这些有些 后辈的子孙 可能都没有见过 他的长辈 但是都是因为 骨肉的这个关系 这个天性 其实就是没有办法分离的 所以 对于看到这样的 这个仙人的骨灰 回来 其实他们都会 很自然的 就是 很自然的 就可以 就会有这样的 一个情绪出来了 其实刚才 里长也提到说 像到了很远地方 有到陕西 到山东 是直到 比较 也许比较偏远地方 像这个路途 当然是 遥远是没有话讲的 如果说有这个 交通工具的话 可能还好 可是会不会有那种 真的就是很困难的 很偏乡的地方 路途真的很辛苦的 这种经验呢 有 我藏起来 因为我是直接把我们的长者 长辈一定是亲自到他的家乡做下账的 我才会离开 我甚至到我们的那个云南省 石殿到河源乡 再进去一个山 我来回坐车 二十几个小时 车程就二十几个小时了 对 二十几个小时 然后帮他下完账以后 我又拉回来 来我们的那个昆明那边居住 那个那段时间 如果包含在我们台湾再过去 算个时间 包括到他的家乡 最少要三十个小时 能够才帮他们下账完账 非常遥远 是 今天非常谢谢里长 跟我们分享 他在过去的这段时间 帮许多的老兵老辈辈 把他们的骨灰背回大陆 让他们能够落叶归根 回到自己原来的家乡 我们会在下次的单元当中 继续和里长 再来听听里长所分享的 这些背老兵骨灰回大陆的故事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